SORRY啊,Betty,遲了 又說吃飯之前逛街,現在不用逛 不是啊,我打算塗好點指甲油和吃飯 誰知等了整個小時都不乾,現在還弄到花 看過,還在用指甲油嗎?現在都不流行 又不耐用耳邊,又容易變暗 那有什麼推薦呢? 那不如我們用最新的家用式DIY夾油啫喱產品 Rekabat Manicure 家用式夾油啫喱很特別啊 很新很容易用的 剛才說的做法很簡單幾個步驟 30分鐘就完成了 首先我們用推皮棒,推走多餘的死皮 然後用指甲挫,挫回你想要的夾型 然後用夾面見證液,抹一抹 最後用消毒咽合劑,這樣就可以了 咦?消毒咽合劑,什麼來的? 因為甲上面有油的 用消毒咽合劑就不會耐用很多 還有你做夾的時候千萬別摸那個夾面 如果不容易甩掉 第二個步驟就是塗造型底層啫喱 咦?這樣有什麼用? 容易上色和不容易變黃 這樣就可以了 還要照LED登機30秒就可以了 咦?那下步驟做什麼? 塗你喜歡的顏色 咦?很順盡的,那如果塗出了一屆 那怎麼辦呢? 都知道你順盡的了 用一個木棒抹走它就可以了 然後肯定再照燈吧 醒目,不過我們今次照45秒 照完燈之後再塗上閃亮面的層啫喱 這樣就可以了 咦?那是不是好像以前的塗免油一樣? 是啊,不過可以保持三個禮拜這麼久 咦?可以保持三個禮拜? 挺好的 是啊 抹了指甲油,會不會麻煩的? 不麻煩,你用石甲水倒在棉花上 用石子包著它,等十至十五分鐘就完成了 咦?那很方便 是啊 咦?那我們怎樣保護我們的指甲? 最後塗上護指甲油就完成了 那就好了,以後都不用再花那麼多時間 再等指甲油乾了 那我們吃得飯了嗎? 吃得了,快點走吧 薄多雛 薄 음식